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我是台北市召会王告礼姊妹 西伯来书五章十四节 只有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官能因喜用而受了操练 就能分辨好坏粮 参加训练之前 我仅仅跟随一年读经一遍 和五年生命读经 虽然蛮有享受 但是小牌和主日聚会时 常因为感觉有缺陷 就沉默不渝 久了以后就落在不冷不乐的光景中 在壮年般森严训练里 教师说到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从天上来的大光 使他得着基督身体的启示 之后他在亚拉伯 从主领受了关于福音的启示 教师的这一番话摸着了我 原来我虽然读了许多主的话 却缺少将所享受 所领会的话带到祷告里 从主得着启示与亮光 所以我虽然有享受 却不会合适的表达 我虽然有领会 却没有丰富的话语 于是我操练自己 借着祷告把我带到调和的灵里 用那些感动我的话来和主交通 读读 导导 我里面就亮起来了 阿们 导导 读读 我灵里就被充满了 阿们 原来我读的只是一小段话 但是祷告之后 他却成为风风吹吹的话 住在我里面 阿们 原来我只是心思的领会 但是祷告之后 圣灵却深深浸透在我里面 阿们 所以当我再来到小牌和主日聚会时 我不再是有享受却沉默不语的人 主的话像江河一样 从我咬咬出来 阿们 我不再是有领会却不会说话的人 阿们 我的每一次伸言都能够供应生命 阿们 何代的喜乐 我真是喜乐 这礼拜训练扩大了我的度量 阿们 使我为主合适的进攻药 毕业后我愿天天操练读主的话 与主要活的接触 周周在聚会中 释放礼 声言接周周会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